大家好,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不需要多余说明的顶级韩星 Kim Su-yeon 你可能不知道的21件事 1988年 在首尔出生的Kim Su-yeon 因为年幼时期就患有的心脏疾病 以及是以独生子成长的孤独 使她的性格变得很内向 担心儿子成为内向且被动性格的母亲 在Kim Su-yeon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建议她学习演讲或表演 由于她觉得自己无法在众多人面前 进行演讲 所以就选择参加演戏 而这一个决定成为了她演技活动的开始 Kim Su-yeon在2007年20岁时 出演了NBC喜剧Kim Chi-chee's Smile 饰演了大学游泳部成员正式出道 Kim Su-yeon的脸非常小 擅材比率很好 她透过2011年的Trim High 和2012年的Head Pumander而走红 虽然有些人对她有 从一开始就担任主角的闪电明星的偏见 但她其实很早就通过配角童星短片出演的不断累积了经验 在这里非常特别的是 Kim Su-yeon在20多岁初期也饰演了多次儿童角色 2009年12月 22岁的Kim Su-yeon在韩剧Christmas의 Lunior가요中 饰演了年幼的恰杠金 当时在播出时就引起了很大的话题 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人提起 成为了儿童角色的传奇 2011年1月 Kim Su-yeon在韩剧Trim High中饰演了松山东一角 这是她首次担任长片剧的主演 而不是短片剧或童星 由裴永居和帕金阳西手企划制作的这部青少年剧 除了Kim Su-yeon外 所有童年龄演员都是IDOL出身 因此在播出前并没有收到观众们的期待 虽然该剧最初被普遍视为失败作品 但最终拿下了收视率第一的佳机 而Kim Su-yeon确立了自己作为下一代巨星的地位 为了拍摄Trim High Kim Su-yeon在JWP娱乐实际体验了三个月的练习生生活 接受了JWP娱乐所属的老师们的舞蹈和歌唱培训 在作为练习生的三个月中 Kim Su-yeon深刻体会到IDOL歌手的伟大与不易 对那些坚持数年的练习生们深感佩服 这段经历让她重新思考了歌手这一职业 并对他们能在短短三分钟内 用舞蹈和歌声征服舞台的能力表示崇敬 2012年1月 Kim Su-yeon挑战了她的第一部古装剧 Hedip Pumunda 在这部改编自同名历史浪漫小说的剧中 Kim Su-yeon饰演了虚构的王子 透过这部戏她成为了韩国最后一部收视率超过40%的平日剧男主 这部被誉为国民剧的作品 使她成为年轻一代的象征 无可争辩地巩固了她的顶级明星的地位 在通常不会让20多岁的年轻演员担任王子角色的时代 她成功塑造了一个兼具政治魅力和对初恋渴望的纯情王子形象 这一角色与传统古装剧的王子形象不同 使她获得了历史剧中最新的王子汉 最迷人王子的称谓 2012年7月 Kim Su-yeon在全东王导演的电影《Tudu Tudu Jo》 首次亮相大荧幕 饰演最年轻的盗贼Campano 虽然最初角色较为次样 但由于Hedip Pumunda的爆红 她在电影中的所有戏份都得以保留 Kim Su-yeon在这部首修作品中 展现了与资深演员相匹配的存在感 尤其是与陈建的吻戏成为了经典片段 2013年6月 Kim Su-yeon在电影《Ummirage Udiage》中 饰演一名伪装成乡下傻瓜的北韩间谍 这是她主演的首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上映不到一周内 光看人数就突破了300万 最终票房成绩达到了约695万 展现了惊人的票房实力 尽管对电影的整体评价存在分歧 但业界普遍认为 Kim Su-yeon的演出是票房成功的关键因素 其影响力收到了广泛的分析和肯定 2013年12月 Kim Su-yeon在《Pioletsongde》中 饰演了外星人大学教授Tung Minju 引发了巨大热潮 这部剧由于Kim Su-yeon和Chun Jun的再次合作 播出前就获得了高度关注 从首播到结束 始终保持同时段的收视率低益 创造了Pioletsongde的现象 尤其是在中国 不仅获得了极高人气 还意外带动了炸鸡皮球风潮 甚至中国一家电视台为了邀请他出席 还特地派出了私人飞机 Kim Su-yeon凭借此作 在亚洲包括华语地区内 引发了爆炸性人气 成为真正的现象机明星 2015年5月 Kim Su-yeon在KBS电视剧《Predusar》中 饰演来自首尔大学法学院的新人综艺局PD Pik Sun-chan 这是他继Pioletsongde后 时隔一年零三个月的回归之作 在前一部大热作品之后 Kim Su-yeon的角色选择引起了广泛讨论 而他则以一个呆萌熟悉综艺节目的角色 打破了众人的预期 这部戏的最后一集收视率达到了17.7% 是当年KBS播放的电视剧中 除了周末剧以外 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Kim Su-yeon连续出演的三家电视台的电视剧 全部大获成功 最终在2015年KBS演技大赏中 与古都逊一起获得了大赏 2017年4月 Kim Su-yeon在时隔四年后 重返影幕的电影Lear遭遇了大败 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低潮 当时这部电影的导演及内容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也给Kim Su-yeon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Kim Su-yeon以这部电影为结尾 结束了二十代的演艺活动 于2017年10月23号入伍了 2017年10月23号 Kim Su-yeon以现役身份入伍 被分配到第一师团 虽然最初因长期心脏疾病 获得四级替代服役判定 但经过五年的健康管理 他自愿重新检查 最终获得一级现役资格入伍 2017年10月29号 他因表现优异 获得赢奖表彰和奖励假期 成功完成了新兵训练 当时Kim Su-yeon也拒绝了新兵训练中的助教职位 自愿加入前线搜寻队 并在其中被选为顶尖小组和特级战士 而在士兵之下士 下士之上士的景深中 因为表现出色 他各自提前了一个月景深 展现了模范的军力生涯 2019年7月1号退伍的Kim Su-yeon 在Hotel Den Luna和Sarangye Pushchak 等电视剧中客串 引起网络热议 多次登上实时热搜榜 当时许多网友们开玩笑地说 妥明剧的外貌和掌控力依然如故 仿佛妥明剧一直在扮演着Kim Su-yeon 值得一提的是 Kim Su-yeon在入伍前客串的苏丧岸库牛 也曾引起了巨大反响 2020年6月 Kim Su-yeon通过Sai Koji Man Kanchana 回归荧幕 这是他时隔5年的重要作品 当时该剧被视为 上半年最受期待的作品之一 显示出Kim Su-yeon的强大话题性 虽然这部戏在收视率方面 留下许多遗憾 但该剧在话题性方面表现出色 并在海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Kim Su-yeon曾差点出演KBS电视剧 Gopoda Namja的事实 直到后来才被公开 2009年 在命为Mnet JapanPUF Making的节目中 Kim Su-yeon以年轻而沉稳的形象出现 当时他正与Gopoda Namja的演员们 一起认真排练剧本 虽然他根据自己的分析进行了表演 却因过于抽签而被制作人指责 造成了尴尬的气氛 最终这个角色转交给了其他演员 Kim Su-yeon并未猜眼盖一句 但是 这一转折为他的人生带来了反转 之后他所出演的电视剧连续大获成功 许多网友们评价 Kim Su-yeon没有出演Gopoda Namja 反而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神来之逼 Kim Su-yeon非常喜欢黑色 他的日常服装大部分都是黑色 粉丝们也经常注意到这一点 偿送他黑色的物品作为礼物 因为他的服色有点深 所以黑色衣服非常适合他 Kim Su-yeon非常擅长唱歌 这项才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从小就培养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歌唱的天赋 在拍摄Tri-pai期间 通过Park Jin-young的严格训练 他的歌唱技巧得到了显著提升 因此他不仅作为演员受到认可 也常被誉为唱歌最好的演员之一 Kim Su-yeon的绰号是永古金 永远受苦多Kim Su-yeon的缩写 在签名会上想要握手的时候 总是会被忽略 所以被贴上了这个称号 2024年Kim Su-yeon出演了Nu Mureo 这部戏创下了最高的收视率 引起了非常大的话题性 Kim Su-yeon也凭此剧 入围了第60届百想艺术大赏男子最优秀演技奖的名单 再次开启了Kim Su-yeon的全盛时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